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撑装打字两名公民死亡 波兰外交部长资比格列夫劳紧急召见的俄罗斯驻波兰大使 要求俄罗斯立即做出解释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随即召集国家安全部长国防部长在华沙进行了紧急的会议 会后他呼吁公众保持冷静 波兰总统杜达随后与美国总统拜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杜拉克和德国总理舒尔茨 以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等通了电话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罗斯军队没有在该地区发射任何导弹 并拒绝承担责任 波兰媒体和官员关于俄罗斯导弹落在波兰普勒沃多夫地区的言论 是一种蓄意的挑衅旨在使局势升级 乌克兰方面在事后不久也否认乌克兰一枚导弹落入波兰的有关指控 并称这是俄罗斯鼓吹的阴谋论 泽连斯基总统强烈谴责俄罗斯 称这是俄罗斯攻势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也是对集体安全的打击 他透过视频表示 今天我们已经警告了很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恐怖并不局限在我们国家的边界 俄罗斯的导弹集中了波兰 打击北约领土上的导弹 这是俄罗斯对集体安全的导弹攻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升级 第一波兰启动 北大西洋公约 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列明 当任何一个成员股受到另一个国家或恐怖组织的威胁 就可以要求所有的成员股开展正式的资讯 研究如何应对 决议需或全体一致通过 但不一定会采取行动 波兰在周二的夜间 已根据北大西洋公约 召集北约盟国进行了紧急的出商 北约各成员国大使 周三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波兰导弹爆炸事件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对这一事件正在调查 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自卫权 俄罗斯必须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正被有导弹落入波兰境内爆炸 并造成两人死亡事件 正在参加二十国 G20巴黎峰会的七国集团领导人 北约领导人和欧盟领导人 11月16日召开了紧急会议 并发表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称 我们谴责俄罗斯 星期二对乌克兰城市和民用基础设施 进行的野蛮导弹袭击 我们讨论了发生在波兰东部 与乌克兰边界附近的爆炸事件 我们对波兰正在进行的调查 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协助 我们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 以确定随着调查的进行 而采取适当的步骤 第二导弹来自何方 11月16日正在巴黎岛 参加G20峰会的拜登总统 对媒体表示 在北约成员国波兰造成两人死亡的导弹 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 但他承诺支持波兰 对其所谓俄罗斯制造的导弹 进行调查 据美联社报道 三名美国官员说 初步评估表明 落入波兰境内的导弹 是乌克兰部队 抵抗来自俄罗斯的导弹而发射的 因为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电力设施 进行系列的打击 乌克兰仍然保持着 前苏联和俄罗斯制造的 武器装备的库存 包括S300防空导弹系统 波兰总统杜达11月16日就该事件表示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这是针对波兰的蓄意攻击 最有可能的是 这是一枚俄罗斯制造的S300型导弹 我们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这是俄罗斯方面发射的 杜达补充说 有许多迹象表明 这一枚防空导弹 不幸落在了波兰的境内 此外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当天在新闻会上表示 这不是乌克兰的错 并指出 俄罗斯应承担最终责任 因为它继续对 乌克兰进行非法战争 目前北约部队 已经进入戒备状态 我的看法是 俄罗斯目前处于战争的不利形势 对波兰发射导弹 无疑会引发北约参战 让自己陷入绝技 从逻辑上讲 难以置圆其说 而乌克兰为自卫 而物色的解释 具有合理性 当然乌克兰希望北约参战 它很难承认自己造成了失误 第三 俄罗斯应承担最终责任 德国总理 苏尔茨指出 如果没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意大利总理梅罗里当天也向媒体表示 即使在波兰造成致命性爆炸的导弹 不是俄罗斯发射的 但这也没有多大区别 因为俄方仍然要为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负责 德国总理肖尔茨说 俄罗斯仍在继续起战争 这非常令人沮丧的事 就在我们开会期间 每个人都在谈论 导弹正大规模射向乌克兰目标 这是不能接受的 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必须被大家拒绝 针对华沙方面提出 导弹不幸落在了波兰境内的说法 苏尔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同时明确表示 并且已经明确表示 如果没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如果没有现在对乌克兰基础设施 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第四俄乌战争的走向 由于乌克兰与波兰等波罗地国家接纳 俄乌战争很容易扩展到其他国家 而波兰等国是北约的成员国 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的规定 如果北约组织中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领土 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 北约成员国因共同协商应对 就目前而言 应该说北约与战争插肩而过 但随着俄乌战争的升级 北约面临参战的风险在不断的提高 有观众朋友问 俄罗斯面对北约的威胁 不是还有所谓的核选项吗 我的看法是首先战略核武器用不了 战术核武没有用 而且无论怎样 俄罗斯都会遭到北约严厉的反击 核选项就是一条死线 对美国为首的北约而言 它会放任这种事情发生吗 如今美国第101空降 4700多名士兵已经被部署到罗马利亚 这是第101空降师 80年来首次部署到欧洲 背后的含义不言而喻 副市长约翰卢巴斯在接受采访时说 部队已经准备好 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入乌克兰 前提是如果战事升级 或者北约遭到打击 我们从拜登到布林肯 再到国防部长奥斯丁的表态 可以看到 俄罗斯核选项一旦启用 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普京的莫尔也就到了 所以核选项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问题 它背后的演化是难以计算的 战争已经开始 但结束战争却很难 自俄罗斯发起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已经过去了11个月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究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普京不愿意承认战争的失败 但针对本次战争而言 其实已经进入了垃圾时间 另一方面 随着乌克兰军队不但取得胜利 谈判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泽连世纪提出的三个先决条件 俄罗斯都很难打印 如果打印了 俄罗斯就变成了战败国 普京和俄罗斯人都难以接受 正因如此战争 还要继续打下去 至于要打多久 这是谁都无法保证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波兰遭导弹袭击事件 无疑会让当前的局势变得更为紧张 也欲示着战争 不会轻易结束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